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苗德宇 在视频致辞中指出 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各国联通融合的桥梁纽带 不应该成为国际政治的决斗场 我们要尊重各国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倡导对话协商 反对倚仗军事实力 实施横行自由 我们要坚持公正公平 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 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规则 我们要弘扬公约蕴含的多边主义精神 警惕一些国家 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幌子 动辄以家法帮规 对其他国家实施海上围堵和排挤打压 第七届大陆架和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科学 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 来自中国有关部门 以及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国际海底管理局 遵守和践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坚持和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 是我们共护海洋和平 共助海洋秩序 共促海洋繁荣的重要保障 作为公约缔约国 中国秉持相互尊重 共商共治 开放共享理念 积极构建蓝色伙伴关系 务实推动海洋双多边合作 我认为这就是什么重要的 是那一位公司提供 一位公司提供的立法 我们可以用来 去遵守这些账目 multilaterally 它提供这桥 在这种方法 有一个机器 充分为国际公司 改参与问题 前面关于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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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平 我非常感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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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